幫幫我照著 謝謝 主席好,各位官員好 各位這場的同伴們,同鄉們大家好 剛剛講到飛刀回廊這件事情 讓我想起林中銘局長說 現在他幫我們設計的這個廣池開發案的綠地 會比我們原來的C3公園的綠地還多 那我從來就沒有看到 怎麼樣一個確實的計算方法 那現在既然都發包了 應該可以給我們一個明確的計算 讓我們知道 到底林中銘局長是怎樣的愛戴我們這個 住在這裡的福德區的居民 大家認會怎麼樣 我們先照檢報這邊繼續進行好嗎 我要的 但是呢我就是聽到這個 我覺得這個 既然講到回廊以前的承諾 我就想起這個承諾大家都大家都記得吧 好,是不是都記得 那我們不知道 所以是不是可以請等一下 讓我們知道一下到底是怎麼樣 好,那這是我準備的簡報 好,那這個地方我們看到說 廠商應該辦理環評說明會 還有施工階段要一個環境影響說明跟對策 這個是在第一章簡報裡面講到的 要開說明會 要開這個施工的說明會 好,那請看第二章 第二章 說這個工程概述 你看我們的工程概述說些什麼呢 這說明會的工程概述告訴我們了些什麼 好,告訴我們名稱是什麼 告訴我們工程主辦機關是誰 告訴我們這個管理的單位是誰 我們的統方團隊是誰 工程的期間是什麼 工程地點,工程的這個形式 工程的這個樓層數 所以對我來說 工程概述的內容簡直就是一個看板 欠缺內容 基本上的工程的圖說 樓地板的面積 內部的規劃 公共的空間 景觀規劃 還有宮崎 圖說都沒有 所以剛剛會問說 鬼廊在哪裡 沒有人知道 很多我們想知道的東西都沒有 那那些東西應該在哪裡 是不是應該在工程概述裡面 讓我們知道做些什麼 但是我們看到工程概述裡面 就是一個看板而已 沒有我們想要知道的內容 所以我們蓋好了以後 到底是什麼樣子 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剛剛大家都在問 是嗎 好 第一 第二個 第二個我看到的問題 下一張吧 下一張 是工程的地址 這就是我們簡報的內容 我從網路上download 截圖下來 工程的地址寫了一大堆 這個 然後在這裡寫的是 這個 土地心要怎麼樣呢 要社會福利設施 還有什麼 字太小了 我看了上 然後照護設施 以及公共住宅等 複合性的這個社區 就是工地的位置 但是我想知道的是 新建社會福利設施 照護設施 公共住宅 請問在哪一個樓層 有多少樓地板電機 空間的規劃是什麼 完全都沒有在這裡面 讓我們知道 好 下一張 好 第三張是說 環境影響說明 說明什麼呢 是綠化植栽的規劃 那我們看看 看看這個地方 你看植栽規劃寫些什麼呢 就是什麼 這裡移到哪裡啊 怎麼樣怎麼樣 就這樣 那這個植栽規劃 有沒有細部的規劃 移植的計劃是什麼 移植細部的工程 又是怎麼做的 譬如說我們的樹穴 有多寬 樹穴之間的距離 有多大 樹穴有多深 都沒有提到 然後植栽養父規劃 多久澆一次水 這些 有些 有沒有 不管怎麼樣 存活率 承諾多少 也沒有看到 還有 萬一死掉了幾顆 補償的條款是什麼 都沒有 在植栽規劃裡面 就是這麼一張圖 就是這個環境影響說明裡面的 綠化植栽規劃 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好 這是 這是第三章 好 我們看第四章 第四章 我來不及寫了 就算了 好 所以我要問的是 請問 辦完社區第一標的環評說明後 還會開ABC標類似的施工說明會嗎 還有環評這個說明會嗎 這是我第一個 因為我們上次希望說 因為聽起來都差不多 所以我們上次說的 是不是希望全部都一起辦 結果它一起辦是D跟E 而不是ABCD 好 所以我們看來我們還要再來至少是一次 不是至少要兩次 就是一次是施工 一次是施工說明書 說明會 然後一次是環評說明會 是不是 因為這次就來了一共三次了 這兩標就來了三次 那我們以後還有三標 那我們還要來幾次呢 我想請問一下 上次已經講過希望合併了 既然聽起來都差不多 那之前開的 我想知道的是 之前開的施工說明會 和現在的環評說明會內容 有什麼不同 我聽起來好像差不多 都是講施工這些細節 我聽不太出來 有什麼太大的不同 那雷同的到底百分之幾 可能是有一點點不同 但是相同的部分 我想應該是很多 可能超過百分之五六十 那第三個問題 請開發單位和得標廠商補充以上提出詳細的資料提供民眾參考 什麼叫做以上提出的 就是我剛剛一二三的三章提出來的 就是第一個 就是工程圖書啊 樓地板面積啊 內部規劃啊 公共空間啊 景觀規劃啊 公期是怎麼樣啊 這個東西是不是可以讓我們知道 因為我們大家都是物理看花 聽完了說明會 什麼都不知道 連回廊在哪裡 到底有沒有回廊 在這個整個工程概論裡面 跟他的圖說裡面 完全沒有任何一張圖啊 然後啊 興建社要興建社會福利設施 照護設施公共住宅 請問在哪一個樓層呢 有多少樓地板面積呢 空間的規劃怎麼樣呢 我沒有看到 也沒有說明到 好 第四個 這個植栽細部規劃 要包括這些 這就是我提出的說 請開發單位和得表廠商 要補充一下 那你補充的話 我們肯定不帶可能再來 聽你補充說明 所以可能在ABC指標的 的時候 是不是把這些資料 也一併公告一下 我不知道你怎麼處理啦 反正讓大家知道一下 然後我們才有機會 針對你們提出來的資料 來做出一些 比較有內容的意見 好 以上就是我的意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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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這個聰明 江小姐 環瓶開工說明 這個我們請環保局 謝謝 謝謝 各位 各位相親 大家好 各位代表大家好 這邊環保局來說明一下 今天這個環瓶施工前公開說明會 是依據環瓶法第七條的規定 因為這個案子 其實環瓶已經在去年的 六月七號已經公告 審 他已經通過環境影響評估了 現在因為在一月多就要施工了 所以現在的施工前 就開了一個施工前公開說明會 向大家來說明一下 這個案子的一些相關的規劃 跟一些施工階段的一些環境保護措施 讓大家知道 然後 能夠了解這個案子 對大家的影響 其他一些防犯措施 那 後續這個部分 因為其實法規上只規定 就是開一場施工前公開說明會 那 杜發局他這邊也很用心 他針對各標 他有另外再安排一些施工的說明會 那這個其實就跟環評法規定的就不一樣 那所以這個部分 其實就是杜發局的特別 在多開來跟大家說明的 那以上報告 謝謝 這位女士的這個 我們會在AB標跟C標 我們會一次來辦一個開工說明會 就免得再讓各位市民都跑一趟 因為有關剛才那個 江女士要的那個 我們請那個衛科長補充一下 有關江女士所提的這些問題 我想 這都牽涉到非常細部的設計 跟相關單位的審查 那在今天的會議裡頭 其實剛剛那個 我們環保局同仁已經有說明 今天最主要的目的 是要跟各位說明整個環境的影響 所以對於各位先生女士 可能對我們內部設計 有一些想法或意見 或者想要詢問的 我想我們都很樂意做解釋 那因為今天的場合其實並沒有準備 這一方面的資料 那我想有幾個方式可以解決 第一個 各位的意見我們會用書面正式回應 第二個 我想我們這邊都留有窗口 那有一些比較詳細的資料 包括剛剛江女士所提到 你可能想要了解這個 樹木移植 樹木保護的一些措施 跟未來樹木移植以後的狀態 那我想這些文件其實都是經過 經過樹保 樹保我們的委員會所審查過的 合格文件 那如果您有興趣想要參與 我想我們這個同胞商 或者是設計團隊 可以提供給您做參考 讓您了解 可以跟你做多做解釋 那其實因為太多類似的文件 我想各位如果都有興趣 我想師傅站在公正公開的這個方式 我們不會特別去要求民眾不准參與這些文件 因為基本上這些文件都是合格審查的文件 那所以我想用這兩個方式來補充給大家 那今天這個場合我想 主要著重點還是在 將來施工以後 我們對於整個環境的影響 包括環評會裡頭 現諸於這個案子 他必須遵守的一些條件 我想我們有必要在這個地方 跟大家做說明 包括有些道路是禁止重車充行的 我想我們今天來就必須跟大家講 我們的車輛怎麼行走 我們必須遵守環評的這個承諾 好那我想我先這樣子做說明 那其他的 其他是不是還有 我統括場面這邊要做重點 我們這邊第八位 正氣發言 到